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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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金盐BGA打磨机二代的打磨流程 首先我们把SD卡插到SD卡卡槽里面 开机 点击屏幕上面的取消按键 将打磨模板固定到我们的工作平台上 安装打磨刀具 我们的方向转移动 点击屏幕 起来 点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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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固定打磨的主板 选择需要打磨IC的程序 确定 点击快速定位原点 确认打磨刀具刚好在我们加工IC的右上角 选择自动对刀 选择初加工 然后点击运行按键 选择深度检测模式 这时候加工模式会自动跳到新加工 点击运行按键 深度检测模式运行完以后 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平面度修正数值的修改 比如说左上角我们没有加工到 我们就修改左上角的数值 右上角没有修改到 就修改右上角的数值 左下角没有加工到 左下角没有加工到 就修改 右下角没有加工到 右下角度 修改数值以后 我们重新运行加工程序 直到我们视角 吸点 全部露出为止 视角吸点 全部露出以后 我们取消深度检测模式 再次点击运行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芯片吸点 全部都加工出来 如果加工完以后 还出现中间没有加工的情况 我们可以修改 中间点的一个平面度修正值 使中间点也加工完成 以上就是我们今年BGA打磨机二代的打磨流程 我们 hospital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拒绝了 我们下期见